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为各位车友所介绍的是比亚9的新车Tigua 150ABS版 Tigua 150ABS版与一般版最大的不同是它搭载了Porsche第九代的ABS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目前在BMW C600最新的速克达上面也是搭载一模一样的这颗煞车系统 那其实从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车子会贴一些ABS啊 你可以做一些的判断那当然除此之外在前后轮也会有一个这个ABS的感应鞋 那这台150ABS版本啊它跟一般版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多了一个点烟器 那之前的一般版是在座位里面说实在是有点不太便利 那这个ABS版本呢它是在前面前面这个地方 就是过去前面置物箱上头再多了一个点烟器的那个12伏特的点烟器 让你今天比如说要充手机啊或者是在上面安装行车记录器 或者是那个导航系统都会相当的方便可以继续供应电源 这个就是ABS版本最大不同之处 台湾的那个路面的复杂度啊是非常的高 那我们一般的山路我先不提 我们就讲说比较日常那个使用的道路 像各位常常会看到那个在下雨天的时候啊 那个很多骑士会莫名其妙的在停红绿灯前啊就突然摔倒 为什么因为台湾那个使用像那个什么斑马线 还有停止线还有一些标示线它都使用的材质不是非常的好 会很容易造成摩托车的轮胎的打滑 而使得那个骑士跌倒 那如果你现在有呢ABS系统 那其实就可以避免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那再来像你如果说这么一摔 除了车子本身的损坏修复的费用 我们现在不提之外 就你单纯自己骑士本身身上 哪些衣服啊裤子啊鞋子啊安全帽 这样的损坏的那个费用 说真的你只要摔这么一次 你那个费用加起来就已经高过于今天 替刮那个150ABS版本跟一般版本的价差了 其实各位仔细算一下就知道说这样的那个费用 你摔下去是不是这么的值得 如果你会省了那一万块 说真的你所付出的代价 绝对远远超出这样的这个费用 这个价差的存在 然后再者像那个 Tigua这么重要的这个车种啊 是那个BR9外销非常重要的车种 那在2016年欧盟它就是通过的法案 就是未来啊在125cc以上的车子都必须搭载ABS系统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BR9提早就把这么重要的系统 安置在Tigua150上面 那回头我们再来讲讲台湾 说真的你看目前有ABS系统的这个车子啊 其实除了重型机车之外 或者是比较大的排气量的车种 那个国产车之外 其实好这么小的速克达 就是那个150cc以下的车种几乎是没有 然后Tigua是做了相当那个惊人的一个创举 说真的我老猫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艳 居然BR9把这个这么好的系统搭载在这个速克达上面 那我们车友啊其实仔细想想 当你们在买车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去思考我要买ABS 这有搭载ABS系统的车种 你想想看如果你先我们先讲四轮好了 如果今天你去买一台汽车 这个汽车没有ABS系统 你会不会买 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一定不买 因为就说这个车好烂好危险啊什么之类 可是我们回头想想 更需要ABS系统的二轮机车 你为什么不要去搭载 搭载ABS系统的这种车辆 我们稍微仔细想想 你就可以破除说这样的迷思 所以今天像这种车子 在10万台币以内的这个售价 可以买到有ABS 而且是搭载Porsche 第九代ABS系统的这种车子 说真的普遍我们现在放眼看去是没有 但是我也相信这台车的出现 会造就台湾未来国产车小车的一个生态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是好的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未来台湾是不是这样的系统 是不是能再普及化 我先走多了 如果让我们不要分开 我看得到不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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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难养 我看得到不太分 我看得到不太分 你全部都可以 despe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